哇,主席啊,真的是我太多话想跟您说了 您就是全球华人的好榜样 因为您在我的心中 你就是全球华人的骄傲 因为您像那个蜡烛 你是把自己燃烧了 照亮了所有身边的人 但是你没有把自己放进去 我觉得你是无我的 因为怎么说呢 在我跟您认识的这么多年 好像在你大病的时候 你除了是可能在手术台 当您恢复意识的时候 你就会跟我分享 我还活着 哇,我当时的心是哭的 我眼泪都会哭 因为我觉得主席他不是为自己活 他是为别人活 而且他一直都是好像为散绩而活 因为他觉得 我怎么可以把一间三季衣色经营好 从以前要倒闭了 那到现在经营到这么好 这么多人知道三季衣色 他希望怎么样去帮助更多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